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辽宁贯宣,韩德军离队,伤病情况不容乐观 一番话令杜丰羞愧难胆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辽宁队的当家球星,韩德军的最新情况 众所周知,在近期的一场比赛中 韩德军意外受伤,确实令球运非常担忧 而且随后CBA临赛也是开出了重磅罚弹 韩德军被禁赛多长,而且追加了巨热罚款 主要原因就是韩德军在赛场上面遭到意外受伤之后 心里感到难受,然后情绪失控了,量产的大错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定局 球迷没无法改变,因此大家关注的重点 就放在了韩德军的伤病情况上面 那么就在近期,辽宁队方面已经正式官宣 韩德军正式离队,然后离开了长春赛去 返回身影进行治疗 那么对于韩德军的最新伤病情况 媒体也进行了透露 韩德军不只是趋性的比良骨折的问题 而且这个隐球也趋性了许一种情况 这个世纪也是受到了较大的损害 那么现在韩德军的病情 这个伤病情况确实不是乐观 那么首先这个比良骨折的问题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 谁也不知道 那么另外这个隐球世纪受走的问题 很有可能会影响韩德军后面的比赛 甚至有球迷可能会认为 这次伤病可能会导致大喊职业生涯了 会受到影响 那么因此 很多球迷对于 这个韩德军与威武士的这件冲突 依然是感到内心不是很舒服 那么辽宁队官方又会拿出什么态度呢 那么在近期辽宁队去了官宣 韩德军正式离队返回沈阳治疗之外 那么在这份辽宁队的官宣文件 最后面还说到了一句话 那么这一番话确实会令杜峰指导 羞愧难道 辽宁队表示 希望所有球员都能尊重对手 爱护对手 软离伤病 特别是 最后的十二个字 确实令球迷感到痛心 韩德军作为CBA的功勋老将 同时也是中国篮篮的功勋老将 为中国篮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但是在赛场上面 韩德军却没有受到对手的尊重 为什么这样说 并不是说 维姆斯击打韩德军 就是不尊重韩德军 因为维姆斯当时这个动作 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啊 谁也不知道 只有维姆斯自己内心清楚 之所以说维姆斯不够尊重韩德军 主要软意就是 韩德军受伤倒地之后 在地板上躺了很长时间 维姆斯并没有上前询问 韩德军的伤势情况 这一点足以表现出 维姆斯不够尊重韩德军 那么另外就是爱护对手 如果说 维姆斯这个爱护韩德军的话 就不可能使用这样的动作 重创韩德军 即使说不小心灰肘打到了韩德军 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的伤病 比良被大骨折引球取血血走 而且视线受到的影响 说明了这个灰肘的力度非常的大 确实令球员触目惊心 另外同时辽宁队方面 也希望所有球员能够软离伤病 可以看出辽宁队确实是非常的有大格主 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忽怨 CBA临赛的所有球员都要谈结一致 相情相爱 要保护自己的同时 也要学会保护他人 大家都是职业球员 上场打球是大家的饭碗 不能因为追求胜利 就去毁掉别人的饭碗 这种事情是万万做不得的 那么这样的行为 也会丢失掉一个职业球员的基本底线 大家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